VIP这次把两个不同方式的好处截取出来了 这一次线上线下的混合模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功 应该比我想象的要好 这次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非常专业 世界各地不同的专家都可以继续来参与这个活动 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和大家分享 在整个安排上也是很专业很顺畅 我觉得TDC是做得非常好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开放性的创新 对于我们业界来说无论是做法律界的同事 或者是商业界的同事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以合为一的结晶品 反而是因为疫情 这个VIP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加的重要了 这个会议能够让这个行业的各方面的人士 能够走到一起去到一起 加强我们的合作 拓展我们的机会 我们在大湾区里面看到很多机会 主要是两个部分 在广东深圳这几个大城市 我们看到很多新科技 香港自己本身的基本建设 非常的成熟充足 我们在里面看到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中华市场的重要性 我们在2018年到香港上市 在这个资产权啊 版权立法等等方面 中国在大中华区里面发展的非常快 进步非常非常快 在连结世界的上面 我觉得香港会有一个独特的地位 结合两者的长处 香港在IP领域里面我觉得有很大的作为 香港我们这段时间大力鼓励创科 而创科的核心就是知识产权 所以在这段时间 驱动这个知识产权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BIP Asia透过合方式 让我们一些开始 可以和一些大的公司 比如Nokia和Panasonic去合作 我觉得这是对于STARP来说很重要 很宝贵的一些经验 今年我们很荣幸赢出了IPH 其中一个奖项 而这个奖项只是一个起点 在未来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和我们的合作方 Nokia有更加多的合作 其实香港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律体系 调解的方案上 其实香港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 在疫情中间或者疫情过后 我们仍然可以为我们本区 或者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商业公司 在有争议的时候 作为一个仲裁的中心 香港猫发局跟BIP当了领头羊 在这个地区把整个行业带了起来 以一个使用者的观点来说 我觉得BIP能够提供的服务 能够提供的人脉 是在这边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在之后 继续跟香港猫发局 跟BIP继续合作下去 我相信在明年的时候 这个疫情过去 有更多人会来 亲自来参加这个峰会 我也一定会来参加 在明年我一定会参加 BIP Asia这个活动 首先要恭喜 BIP Asia今年十周年 我也相信 AIPBI和香港TDC 会继续在 BIP Asia这个 forum上 一起合作 将我们资产权方面的知识 传播给不同的领域